先為您介紹 協會理事成員 先為您介紹 協會理事成 志成龍師長 我先為您介紹 協會理事成 志成龍師長 謝謝大家 請請請 不要講 謝謝 真的 我是完全沒有 因為醫院跟他上來講 而且 不只是這個媒體有素人 是外海人 那這外海 那個克朗普格商 這個商品還不是 普通的商品是馬來自 因為 我一輩子都在這個產業界 那 在電子產業界 我們三十幾年的生活 大部分的商品 連坦人物資的商品 那 業績啊 成長力啊 毛利 三十幾年的任務 那 這個 因為有基點 他們認識的國家形成 那 那照我們覺得說 我們三十幾年的生活 都在因為會很封閉 封閉的社會 而且不只是封閉 是 沒有什麼社會責任感 那種感覺 就是說 我們每天想的 其實這個 簡單來講 幾乎都是在一起 就是 就是 在這個領域裡面的人 每天生活 很少的人聽到 談公共建設 不要談說 應該什麼改善社會的東西 所以我 因為年紀漸漸大 我開始會覺得說 其實 我們這些人 因為早期進去電子界 那 特別是大道路 其實受了很多政府的優惠 那這些優惠呢 對錯 我個人是覺得 有些地方是 受之有愧 就是 我算是受益的 那常常覺得說 受了這些優惠 省了一些稅 那其實 很慚愧 因為 我們看到這個社會 有很多人一樣的能力 甚至比我們更努力 支持人 或者拉人 可是 就是說 還一點努力的成果 政府就一樣 肯睡 那我們只要是在這個領域的人 有的人 照我來看六千 睡覺睡到快上一遍的姿勢 可是呢 還是繼續在社會 所以我會常常想說 這個社會是 當然運氣是一個 那我當然想說 那我受的認會 那我受的認會 有什麼 到人老以後 有什麼地方可以 可以 回饋這個社會 那 到你 如果說 我願意全請他一下 的意見 可是我們希望是說 有什麼地方自己的力量 是很微小 但是覺得可以 可以對社會有一點 我認為是比較長遠 有一點貢獻 那剛剛因為認識我們這個學長 以後 我覺得說 台灣真的 一個 一個真正獨立 一個媒體 是很專業 因為我們可以感受到 媒體慢慢的被 被拆斷 被政府 或者是為了這個廣告 就是慢慢慢慢的 民眾對公眾是不值得去 因為 這事情其實都不必是 不值得去 可是我們的同輩 在我台灣裡面 沒有很大的事情 所以呢 我只能說 我 媒體我是完全壞 但是 能夠把一個人的影響 在外面的影響 可是我實在 沒有想到今天 要出來講話 那也 沒有收穫出太多 有關媒體的一些 像剛才 很多情緒 講的這些 很有內容 我一直是在學習 在 在開脫自己的 知識的人 那 今天 都看到有這麼多 上次我們成立的時候 還是 覺得說 不知道我們什麼 那慢慢慢慢覺得說 哎 這個好像說一開始 會有很多 都會有很多 謝謝大家